严重头部外伤 用姜粉快速康复案例 2017年6月17日下午5点 一块瓷砖突然掉下来 砸在我头上 血流满地 家人要把我送去医院 半晕的我听到要去医院 猛然回过神来 虽然我懂原始点 但家人反对使用姜粉 我说需要姜粉止血 不然还没到医院 血就流光了 家人这才让我使用 我捂上两大把姜粉后 才把血止住 再用绷带把伤口包扎好 由于流血过多 姜粉都变成了血浆泥 伤口捂上姜粉后 渐渐不疼了 慢慢地头和脸部 感觉越来越热 还肿胀起来 脖子无法转动 只能坐着 晚上9点 脖子感觉没那么僵硬了 便躺下来 凌晨5点醒来 感觉浑身轻松 头脑清醒 脖子能转动 头脸的肿也完全消了 第二到四天继续在伤口上撒姜粉 第五天才洗头 梳开头发发现伤口有一小指肠 但已长出心脾了 三个月后 伤疤完全消失 感悟 1. 这么严重的伤口 若没用原始点 定会疼痛到无法入眠 2. 伤口捂了姜粉后 一直到康复都没有疼痛过 3. 相信只有原始点 能让伤口在四天内快速地康复 4. 更惊讶的是 将粉肋源对伤口所产生的作用 竟然如此之快 感谢张医师 第一天 第五天 2. 伤口肋源对伤口